第一个就是内建函数 然后VBA两种方法 那再来就是说 做完这个之后 也许我们再来想说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输入的需求 比如说做表单 再来输入表单之后 可以输入到Excel 那也没办法把它汇整到资料库 那如何跟资料库做联动 今天大概主要的范围在这里 那也许是多人存取的话 可能会想到是不是 可以用MySeaCode来解决 不过MySeaCode各位有心理准备 因为 其实虽然说 不算太复杂 但是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我都有一些 这个画面 给各位 比较方便 去做设定 那首先第1个 我们把这个 身高的平方 这个公式做完之后 当然要判断性别的话 我可以把它剪下来 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函数 这个 if的逻辑 有没有 去判断什么 如果 性别 所以这边可以先判断性别 如果性别等于男生的话 或者你可以判断女生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相对的我就给他的 就是 他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刚刚那个结果 可以怎么样 乘上 这个的结果 怎么样 可以乘上 再乘上 1.1 OK 男生的话 1.1 女生的话 是1.05 乘上 1.05 OK 这样的话 当然 男女会有不一样 再多一个逻辑判断 最后当然我要需要 45路 到小数点第1位 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一样再插入一个45路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应该在数学里面 数学里面找到那个 Round的函数 OK 找到那个 Round的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 公式把它贴上 取到小数点第1位 就输入1就可以了 69.9 确定 再把它向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OK 第1个用函数 第2个的话用VBA VBA我们前面 的课程有讲过 所以 第1个答案 比较重要的是 一定是 先要把那个 其他命令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制定功能区的开发人员 一定要叫出来 第2个的话 再把VBA打开来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 第1个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按右键 插入模组 这固定的 在这个模组里面 请各位先产生什么 标准体重 特别重要这个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sub 我们第1个先做按钮的话 用那个 假设是按钮 通常是对应到 sub 那sub名称的话 我给他叫做标准体重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呢 当然 他会帮我产生 头 跟尾 中间的部分 我要自己产生 那我们要怎么去 把这个 刚刚 的逻辑 变成VBA 那前面 我有特别强调 反正基本上 已经变成一种 公式了 1 先他的回圈范围 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OK 但不一定是6 也许你将来会有新的会员加进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 4 i 等于3 到 最下面一列 你不能打个6 打个6的话 未来就卡在6 就不会再往下跑 所以呢 你可以从什么 Range 我的习惯是Range B3这个储存格 向下追踪 到哪一列 告诉我 那向下追踪的话 我会用到 这个物件 叫Range Range 通常指的是范围 当然他也可以指的是 某一个 储存格 你给他 哪个储存格 B3 像 and指的是 这个范围 追踪到哪个方向 向下 那这个是属性 OK 其实怎么出来的 前面有讲过 这不用背 点下去都会出来 那什么是属性 有没有 属性吗 什么是方法 这就方法 OK 如果你还是不太知道的话 其实在VBA里面 它蛮贴心的 其实你在 邮标放这边按一个F1 它会自动跳出说明档 告诉你这个物件怎么使用 有没有 它是隶属于这个Application 指的 Application就是指的 Essal Essal里面的Range 这个物件 不过它有时候叫属性 其实我是把它 看成是纸物件 物件里面的 纸物件 但是Essal有时候把它当属性来看待 我是把它当纸物件看待 里面的话 它有哪一些 相关的属性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 都可以查到 这边其实非常多 但是它编辑的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友善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里面稍微找一下 有时候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可以 点下去会有个E 有没有 And 它的边界 它追踪到 你延伸出去的范围 那延伸出去的哪一个方向 上下左右 我们也是要向下 你就打一个Excel Done 其实它会自动出来 有些时候 你就 那向下之后 你要追踪到什么 你告诉我 它回来的是哪一列 那这个时候当然Raw 也会有个属性 它会透过这个Raw的属性 告诉你说 最下面那个是哪一列 那这个属性基本上 也可以 存放资料 这个资料就是 它里面到底是哪一列 的这个讯息 所以回传给你 应该 可以理解这个 这个方式吧 在VBA里面有很多这种撰写的模式 所以你只要知道说 哪一个物件 它里面有哪哪些属性 这些属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讯息 那有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 说真的有时候这样写 刚开始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 怎么样 射中断点稍微再看一下 我就是原来它回来的 这是我要的 那我就这样写 有的时候还是要去 稍微try一下 不见得说你一下就知道 这个函数该怎么去用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去试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从第三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时候会追踪到列 6 那NAS 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 有没有 我去追什么 去把那个 伊兰里面的资料先抓回来 伊兰的资料就是性别 抓到哪里 抓到这边来判断 if 这个前面也讲过if 如果它等于女的话 Zen 有没有 逻辑放中间 这个是一个逻辑 那我这边是用女 不过刚刚是用男 如果说你 你这边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男 其实结果 是一样 这是说结果还是会一样 只是我是用那个 女来判断 如果女的话 这边就是1.05 下面就1.1 那如果这边用男的话 刚好上下颠倒 那 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的逻辑 假设是女生的话 那我将来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输出到哪个储存格 记得 写在前面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这个东西到这里 输出特别主意 当然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输出 特别主意就是给一个公式 前面也许 刚开始没有run的 我们就是 把这个公式 给先做出来 那你run的最后再加好了 就是 先抓到什么呢 升高 的平方 升高的平方 特别主意 他的用法 其实跟你sale里面 的那个方法差不多 升高的平方 所以shift加上6 再 加上2 就可以了 那也就平方之后 乘上 22再除以1万 那因为是女生 所以是乘上 1.05 因为我为了要 把他四舍五路 所以呢 外面再包一个run的函数 前刮壶 移到最后 逗点 取到小数点的第1位 后刮壶 OK 这样就好了 特别主意 因为有些函数 像这个 刚好run的vba 跟你sale都一样 可是有些函数 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 vba里面有哪些函数 其实好像前面有讲过 你打个vba 再点一下 其实 他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都会出现的 就告诉你 有这些 那你就 再找一下 那你想说要怎么样 可以把vba 彻底学好 其实 重点就是说 最好如果可能 你可以把 这里面的 每一个函数 到底他什么用途 你不一定要 完全了解 但是至少要知道 它的用途 有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说 有这个 这个函数 那将来 你就知道说 可以把它丢出来 然后做到 你要想要做到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怎么样去 学习这个 其实他很多同学都会问同话问题 怎么去学习这个vba里面的函数 像我以前的 做法 坊间都有那种 专门的书籍 他其实已经帮你分类好了 比如说文字函数 有哪一些 然后那个什么 数学函数 有哪一些 逻辑函数有哪一些 那当然有时候 可以拿来参考 那当然在那个vba官方网站也有 可是他的那个 说明档真的编辑 的是非常的 没有系统 看得非常辛苦 怎么怎么找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刚刚讲 按f1就有了 有没有run的函数 你按f1 f1很好用 他会帮你把run的函数 有没有 调用出来 而且会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 是什么描述 什么语法 做什么动作 甚至他上面 也会有其他函数 有没有 这相关函数 R开头的 可是他 很奇妙的是 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做任何的分类 OK 其实做一个分类并不困难 可是我是觉得 微软在这方面 真的做的 不太好 反而是我记得 很久以前 很旧的版本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vb的 软身的 vb的5.0 反而他有做一个分类 然后我后来有把那个档案给抓 抓出来 就是一个说明档 可是后来在Windows7上面那个说明档他就不能跑了 在WindowsXP上面可以啦 所以我之前有把它放在云端给各位 给同学参考 不过那个档现在没办法跑 所以就没把它放上去 OK 所以也许你可以找找看坊间 相关把那个函数做分类的书籍 可以彻底了解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run的函数 或者是说你可以打个VBA点 他也会出现 或者是说你这也是经验累积的 点下去之后 他一样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A到Z 有这么多 大概 大概两三百个吧 如果你没事的话就稍微前后瞄一下 大概就知道说有这些东西run的 好 那我们就 做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最后做输出 OK结果就 跟 旁边是一模一样的 逻辑也一样 只是一个是在 什么呢 Excel里面 一个是在VBA里面 OK所以两个当然 也就是说以后呢 你 做得出Excel这个 里面的那个函数 你当然也可以用 也可以把它转成VBA 另外呢 还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很简单嘛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清掉 不过呢 在前一个阶段 我们的清除是直接给空字串 但是这个空字串 有一个缺点 就是 for I 等于三到最 一样 然后呢 把它 我们的 应该这个是 G 这边应该是G G栏的资料 把它 丢给它一个空字串 但是特别注意 这样的叙述方式 它是 一个 一个的储存格 慢慢把它清除掉 所以呢 它有一个缺点 如果你的 范围 储存格非常的多的话 它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会清很久 尤其是你会感觉好像 画面感觉好像 一闪一闪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你用跑回圈的方式清除 效率不脏 因为它是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你有效率上的问题发生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 你可以用什么 用Range 来清除 那Range G3 到 G 这个特别重要 这边我是打固定的 41 不过其实这个数字应该理论上要改变 那我先打 后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 再加一个点 CLEAR CL 也就是Range 里面 它有个方法 叫做 清除 特别叫 不要CLEAR CLEAR的话是 连格式都清掉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清除什么 CLEAR CONTENTS 这个 Contents的话就是清除内容而已 好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吧 这个是 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慢慢的清除 那 这个是一次性的全部清除 不过会有个问题 我这边是打上G11 可是未来G11的话 可能清到11 12的话就清不掉 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其实你这个11 可以拿什么 一样可以用侦测的 那侦测 我是用这个 这边清楚 用B2 B3也可以 B2 B3向下侦测的 我可以把什么 把这边 11清掉 后面加一个什么 AND符号 串接什么 G 不知道 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 这个侦测的 回来的弱 复制到这里 他就会怎么样 去帮你抓到 G 有没有发现 G6 如果将来他 比数增加的话 这个数字也会变动 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清除的话 这样的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说 最后我是有把标准体重 再做一个衍生 就是说 标准体重2 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各位可以看到 在 上面的这边公式 有一个地方其实 都不断重复 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公式 重复出现 其实城市看起来会蛮冗长的 所以我 后面这边 是有做一件事 就是 把这个 可以把它搬到 上面 先丢给一个 X 利用这个 X变数 来取代 本来这边要两个 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你 将来如果像很多地方 都重复重复的 你可以 先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先丢给X 再利用X 来代替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同学好像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城市写起来就 不是那么的简洁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按钮的部分先做出来 那另外呢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 可以再想想看那个 制定函数部分 可能可以制定一个标准体重函数 那一个是 可能只有身高 另外一个是有身高跟体重 身高跟那个 性别 好